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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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没有将伦敦的意志强加于香港 使香港民众不会觉得政府时时刻刻在干预他们的日常生活 然而香港回归中国大陆后 中共虽然承诺香港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但实际上中共对自己所提出的一国两制严重缺乏自信 中共担心香港人因为享有比大陆人更多的自由 而危及中共在香港的威信 因而中共试图透过各种方式来全面掌控香港社会 但中共的做法适得其反 如今香港人对中共的信任来到回归以后的最低点 中共统治香港最主要的手段 就是从政治制度上根除民主自由的力量执政 因此中共设计了一套畸形的政治体制 让行政权独大 进而来主导整个政府的运作 在这个制度下 香港的特首不是由香港全民普选产生 而是交由1200人组成的提名委员会 小圈子选举而来 因此中共属意的候选人必定会当选 而中共不喜欢的人连成为候选人的资格都没有 其次是目前香港的立法机关立法会 只有半数的议席是由全民分区直选产生 另外一半的议席则是由亲北京的专业人士 小范围的选举产生 立法会因此沦为替特区政府背书的假民意机关 而无法进行有效的问责 反正想通过什么法案 最后一定会通过 换句话说 中共或特区政府 因为不是人民普选产生 所以完全不用在意人民的感受 反而是要以让北京满意为最高原则 此外 中共也发动亲共商人 大规模的购买香港媒体 几乎所有的传统主流媒体 都被中共控制 因此媒体也无法有效的发挥 第四权的角色来监督政府 所播放的内容以宣传和护航政府的政策为主 香港人的意见不仅无法在体制内表达 在体制外的发声管道也非常有限 社会的矛盾不断累积 因此这次的抗议能持续三个月 也不足为期 几年前开始 陆续有几位香港籍的商人 在香港境内或国外被中共的安全部门 强行带回中国大陆审问 因为他们出版了一些反共书籍 以及涉及中共的派系斗争 但是根据香港的基本法 言论与出版自由是明确受到保障的 而且在根据一国两制的安排 香港有独立于中国大陆之外的司法体系 中共跨境执法的手段 是对一国两制的公然践踏 使得香港民众对一国两制的信心 荡然无存 中共要是真觉得这些人的行为涉及犯罪 应该是在香港本地对他们提起诉讼 而不是将他们跨境绑架 到中国大陆去调查 近年来大量的陆客及陆资 涌入香港 香港社会的面貌也迅速地改变 过去香港许多特色小吃及传统杂货店 不断地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陆客喜欢的药妆店 以及精品店 这样的发展让香港人觉得 香港越来越像中国大陆 而且房价物价都大幅地上涨 一般民众每天再怎么辛苦赚钱 也买不起房子 但是由于香港政府在重大问题上没有决策权 只能执行中共的政策 换句话说就是 陆客陆资要来多少 完全取决于中共 香港人即便怨声载道 但是只要中共不予理会 香港人可说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香港回归至今已经22年 上述的种种乱象 让香港人意识到 只有香港实行真正的民主制度 才有可能把问题妥善缓解 并且要让有民意基础的人 进入政府部门以及立法会 特区政府才不会总是照着北京的圣旨 横冲直撞 事实上香港人要求特首及立法会双普选 是有评有据的 根据中共制定的香港基本法 双普选制度明确地被写在里面 香港至今仍然没有双普选 纯粹是中共在耍赖 一拖再拖 而非香港人在物理取闹 令人遗憾的是 由于中共实施严密的资讯管制 并且不断地散布不实消息 使得大陆民众对香港的状况 普遍不了解 他们只觉得 香港人已经享受比大陆人更多的自由 为什么还要不断地抗议 然而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 世界上运作良好的先进国家 都早已开始实施 可以说这才是符合人性的制度 反而是中共加诸在大陆人民的专制集权 才是不正常的 况且就是因为香港人享有比较多的自由 不受资讯管制的影响 使他们更容易看到问题的根源 本来如果按照基本法 循序渐进地进行普选 中共充分地尊重特区政府 对香港的统治问题不会恶化到这的地步 但中共不知道是真不懂 还是装作不知道 面对排山倒海的抗议声浪 依然把治理大陆的那一套搬到香港 强调稳定压倒一切 以为经济利益可以收买人心 如今统战策略失效 就恼羞成怒 不断的放话表示解放军已经在香港边境集结 万一香港的局势失控 武警随时可以入港评乱 如果天安门事件在香港上演 中共对大陆的影响也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因为目前香港仍然是外国人 与中国大陆打交道的一个重要的门户 许多的外资都是透过香港进入中国大陆 不少中国大陆的企业也在香港股市挂牌募资 香港如果垮了 受影响的绝对不是只有香港人自己 整个中国大陆的发展也必定大打折扣 总而言之香港这次的长期抗争要如何落幕 说到底还是要看特区政府是否愿意回应抗议民众的五大诉求 同时也要看中共是否信守他在基本法中所做的承诺 中共如果再罔顾普世价值而一意孤行 那么香港的局势将永无安定的一天 这里是自由中国之声台湾炸 我们下次见